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动作的要因是手和尖直接往前交 还有一种启示呢 是我给它起了个名的 叫切手势 就是像菜刀一样 把手往下切 想让大家看我做 这两种启示呢 辽首式啊 这个辽首式其实就是古代打仗的出枪式 古人拿枪式的这种 切手势呢 是前辈们有些根据交手的精英啊 增长工艺的一种切手势 这两种大家都可以联系 哪一种都可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我说一下这个柴腿式的标准姿势 我先走定步 大腿和小腿的角度 在120度到100度之间 这为高盘拆腿 90度 这为低盘拆腿 大家根据自己的体力 一般身体就弱了 一开始用高盘拆腿 高盘 先把腿部 尤其是七个白关节 七关节 白关节 活动开了以后 可以再练习低盘拆腿 如果 嗯 如果 嗯 比较年轻 嗯 身体比较好 可以直接就是用中盘来进行拆腿 还有一种呢 是低盘拆腿 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嗯 因为我的年龄关系 这个低盘拆腿呢 我也做不出来了 沉水师的要求是 第一 左肩 必须对向正前方 左手对前方 木刚 博相要拧弯 下把内树 眼睛向上翻 眼向上翻 目视前方 而且要求 两只眼睛要瞪下 目光射向 无限远处 右手 指尖 扶在自己的跨界 跨的肩部 略向内刻 把这个左肩 把右手的左肩 翻出来 不要像别的 翻出来 两个肩膀 不但要往下沉 而且要往两边 分开 拉开 往两边分开 这就叫做宽胸 分开以后 心口部位 向内涵 把两个后背 拔开 拦起来 拔开 不是把背 缩过 是把背向两边 拔开 两个肩膀 极力向下沉 这是说肩部的动作 肩部和颈部的动作 那么 黑腿世界的腿 它的腿部动作是 以这条线 大家看 向内扣 踩入这条线 后脚的脚尖 不许从外撇 要对付 这个脚的脚尖 两脚分开 略比肩满 左膝 向内扣 右膝 向内扣 右膝 要藏在 左膝的后面 如果从正面看 只能看到 一条线 近视 是这样做 在走动的过程中 也一律要求这样做 有些人走路正走 那就是螺旋嘴 那是美股 那不够很要求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身体侧过来 但是 不要把屁股侧过来 屁股要说骨 肩膀要说骨 大家可以看一遍 有些人 一上步 他把屁股侧过来 整个身体侧过来 这是错误 臀部要向后 上身肩膀 从前拉 从后拉 这样把整个身体 全部打开 呃 垂腿是 呃 所以体现了 这个心育六合拳的 这个 呃 所有的身体要求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 嗯 难面好的一个单身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几个要点 呃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我来走步 呃 呃 大家看一下 呃 先走左腿 先走左腿 先走左腿再走右腿 我的地方比较小啊 先走左腿 再走右腿 右腿走的时候 上身 我刚才说的那些要求 一路不变 再走左腿 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的 有些人走路呢 左腿是左肩朝前 右腿它是抱着朝前 这样两边都要晃 像个鸭子似 那不行 一路要保持这个身价 无论你怎么移动 你的基本格斗的身价是怎么变的 如果你来回这么后 那是不符合我学 第二点 在移动的过程中 很多人走步 他 他不是脚恨路的 他是平着这么下去 这个脚的移动 还有个人呢 是 这么拎着脚下去的 这都是错误的 脚的移动 是平着脚尖微微上跳 像那个铲车的那个厂的一样 往前铲 这么样往前铲 他这个出脚呢 并不是空脚 有些人把这个单身 作为热身命动 自作动法 不仔细的练习 他这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作用的 我举个例子 人体 两人一照面 我动部的同时 这个脚已经 造他一面鼓励 它不是空脚 所以说 你脚如果这样 在两只四只脚的 移动当中 碰撞当中 你会吃亏 如果你保持这种姿势 它是会 所以说 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在走动的过程中 这个步步越大越好 有些人走脊步呢 这么长 那么又做了 还有一个呢 是有些人走脊步呢 他是一纵一跳 一定要保持头部的高度 这些人走脊步是一致的 前腿要发开 开发的发 发展的发 就是说 你这个腿 从胯管里 气管里 到脚 三节的力量要发开 三节的武补上说 一节吹一节 发吹七 气吹足 发给 发给 另外一个呢 后足 人前进的力量 来源于后足的 蹬地的力量 那么蹬地的力量 也是 发吹七 气吹足 蹬地 地反弹 所以说 后足要蹬地 这样子 就比较吃力了 好 我们暂停一下 接着我们来说 转身 那个 刚才第一段 录像啊 我有一个口误 高盘彩彩彩 如果大小腿的夹脚 在九十度左右 这叫中盘彩彩彩彩彩彩 我刚才说成是 低盘彩彩彩彩 大家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还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 踩腿是 在行走过程中 两腿的那个姿态 过去按照这个古全府的说法 它是磨劲 磨劲 一气 小人生 什么叫磨劲呢 就是两个膝盖 两个气骨啊 有紧贴的 有磨 不能分开 大家看 七望里收 七望里收 刚才第一节 我们已经说过 从正面看 一条条 不能这么样撇着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也要保持这个姿势 走在这一条直线上 有些人走 走呢 他不讲究 这边一脚 这边一脚 还有些人走呢 他这个脚呢 他膝盖是内扣的 走到这个脚的时候呢 他的脚往外撇 他这么样撇 他这么样撇 这么样去走 撇着去走 这是完全不符合要求的 大家在走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这一脚 很多人走路 走这个 脚腿 他脚都这么撇着 这么撇着去走 如果你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影响你的速度 影响你的稳定性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魔 魔剑 走直线 魔剑走直线 千万不能把两个膝盖撇开 这么样去走 而且这样走的话 会对你的膝关节造成很大的损伤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只有用这种姿势 才能使你腿部的所有关节 参加运动 如果你这种姿势 你的脚趾没有弹性 你的脚踝起不了嘴 只有这样 脚也能弹 气也能弹 胯也能弹 腰也能弹 所以说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 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前参 后奏 比别人 比一般的人要强许多倍 为什么呢 到底就在这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就说 抬腿是转身 怎么转身 抬腿走步呢 它是先发左步 右步 左步 那么小的场地可以走三步 可以走五步 可以走七步 可以走九步 可以走十一步 走到最后场地到头的时候呢 应该是我们的左脚身前 五步 假使我们从这走过来 已经到那个场地的边缘了 那么最后一步是 左步 左脚 左脚走步 到头以后 右脚要跟上半步 左脚跟上半步 跟上半步 保持原来的启示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在跟半步的时候 很多人是拖过来 他脚在底下拖过来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这呢 说 情况上说 是要把后脚往前猛的一拎 腿脚要立了 这是腿部的动作 下面我再讲手部的动作 加持 我们走到这个 这是场地的进步 我们走到这个场地进步 最后一步 在拎这个后脚的同时 把右手向前插 后背分开 极力 沉肩 向前插 而前手向后 在腹前交叉 然后 转身 转身的同时 右手 外面 左手 左手后拉 拉到跨跨 管身右手 继续再走 再来一遍 注意这个 转身的动作 这个动作 非常重要 我们要练习发力 嗯 清晰 清晰力后拳的动作呢 我们这一支呢 是这么传的 就是说 要么你不动 如果你动 哪怕是睁一下眼 都要竭尽身体的权力 那么我们刚才是做示范动作 那么真正在练习当中呢 这个转身呢 是要发力 大家看 啊 都说 大家要发力 也可以单独在家里 这么练习 嗯 这个发力的时候呢 气 要沉下来 就这个 呃 动作的姿势 腿一临水一叉 把整个腹腔 变成一个 充气的大球一叉 跟那个车胎似的 跟那个汽车的轮胎似的 冲上气的轮胎似的 然后呢 转回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有一个 逛干净 逛干净的动作 把气球炸开 把气球裹住 炸开 炸开 火热 火热 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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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 嗯 有用的半眼方法 啊 呃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一个这个转身 下一节我们再来讲这个 这个转腿的用法 呃 这个第三节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转腿式的用法 转腿式呢 呃 是属于 呃 畸形里面的动作 它的 我们叫它畸形 转腿 原来呢 它就是畸形的一个单式 现在我们提出来把它当基本功训练 但是 它不是活动身体 不是基本功 不是光练习 腿部练 它是一个单式 它 是一个搏击的动作 大家这一点又明确 啊 下面 我就来分头说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 打法 第一 启示 我们刚才说过 启示有切手式 和 聊手式 我呢 这里呢 因为 因为我 没有找 找到这个 配练 我就挂了一件衣服 相当于 呃 一个人 两手式 一说要打 双方一照面 根本就不要有什么 呃 呃 其他的什么 打人物走路啊 这一照面 连尖再手 就直接打走 砍 手撩刀 肩刮胸 脚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脚起步就是柴 这个脚就直接奔着这个 切身 一面骨髓 一般人 如果你这样一切 他的 大脑会产生空白 那还打 打什么呢 啊 切手式 表手式 表手式是我手 在接近 我的圈内 范围内 啊 我手 在下 那么我直接就是 表手式 如果我的手正好是 比较在中 或者在比较上 上的位置 部位 那么我就用切手式 一道面 整个把他这个半个身子就看出来 看封过来 砍 就打了 砍 一切 他这右半个身子起不起来的 砍 就打了 这是切手式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切手链子都攻了 这个 铁手式 如果你经常铁手 像我那样发力 那么 假使对方 一照面 他打来了 用我的这个 挑他对方的 内侧 里侧 他会产生剧痛 就挑开了 这都是平时 垂腿裂体的这个工法 垂腿是一起式 应该是我给他打了个比方 应该像一只刺尾 前后左右上下 浑身那个毛都给炸开 那个刺子给炸开 哪一个方向到我这儿来 我就来不了 前后左右 进退 都可以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切手 当时机动中练习 也不要 有些人早上拆腿 一边和人谈话 一边在那边会责 头还来会乱晃 手还来会乱抖 手还来会乱抖 那人呢 就不适合要求他 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启示 摇手式 替手式 那么 刚才我们讲了转身 转身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差事 这里有一个回顾的故事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放在中盘的位置 那么真正打法是不一样的 对方便宜来 这个手就拍了 拍了 他这个手一来我就拍了 我就进去了 而且同时我这个手 已经去抄他的 力 抄他的力 也就是说对方 对方 对方说 呃 呃 对方说 对方说 呃 对方说 呃 呃 他这个任意放上来 呃 呃 就拍了 啊 这也是 这种力量呢 叫绝 呃 扯出 果树 绝 就是绝 呃 呃 大家看一下 前后左右都能打人了 这是呃 采取师的呃 基本用法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奥妙 因为我呢 嗯 也是个业余的学习者 呃 体会 还是不到位 咱们大家共同学习以后再共同提告 好 谢谢大家 呃 这个第三节呢 我们来 说一下这个柴腿式的用法 柴腿式呢 呃 是属于 呃 肌形里面的动作 他的 我们叫他肌形柴腿 原来呢 他就是肌形的一个单式 现在我们提出来把它当基本功势面 但是 他不是活动身体 不是基本功 不是光练习 腿部练 他是一个单式 他是一个搏击的动作 大家这一点又明确 啊 下面 我就来分头说一下 他的这个 打法 第一 启示 我们刚才说过 启示有缺手势和 聊手势 我呢 这里呢 因为 因为我 没有找 找到这个 培炼 我就换了一件衣服 相当于 呃 一个人 有缺手势 一说要打 双方一照面 根本就不要有什么 呃 呃 其他的什么 打人不走路啊 这一照面 连尖 在手 就直接打中 砍 手撩刀 尖创胸 脚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脚起步就是柴 这个脚就直接奔成个七寸 一面骨子 一般人 如果 你这样一 去了 他的大脑被产生空白 那还打 打什么呢 啊 切手势 表手势是我手 在接近 我的圈内 范围内 啊 我手 在下 那么我直接就是表手势 如果我的手正好是 比较在中 或者在比较上 上的位置 部位 那么我就用切手势 一照面 整个把他这个 半个身子 就看出来 看风过来 砰 就打了 砰 一切 他这右半个身子 起不起来的 砰 就砰 这是切手势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 切手势都崩了 这个 这个表手势 如果你经常 聊一下 像我那样方意 那么 假使对方 一照面 他打来了 用我的这个 扯他对方的 那侧 你侧 他会产生剧痛 就挑开了 这都是平时 垂腿练习的 这个 工法 垂腿是一起视 应该是 应该是 我给他打了个比方 应该像一只刺我 前后 左右 上下 浑身那个毛都给炸开 那个刺子给炸开 哪一个方向到我这儿来 你都来不了 啊 前后左右 啊 前后左右 进退 啊 都可以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 拆腿当成基本功 呃 那么 刚才我们讲的转身 转身 转身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差势 这里有一个回顾的故事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放在中盘的位置 那么真正打法是不一样 对方拳一来 这个手就拍了 拍了 他这个手一来我就拍了 我就进去了 而且同时我这个转 已经去插他的内部 插他的内部 也就是说对方 对方说 呃 呃 那两人一张一 这一转已经打了他这个 整个抚腔的内部 也已经到他侧面 这一挂膝 这个人基本上 直接就可以叫一二零过来了 啊 不要这么再拖 这个白手也是 回白手 有个人出来公立 他这个也是 哇 他这个任意发行 这种力量呢 这种力量呢 叫绝 啊 扯出果树绝 绝 这是绝 呃 这是本身的用法 还有呢 开始第一节我就说 这个轴不要这么别别 这个轴肩要翻出来 这个轴肩要翻出来 他这里面盖一个后座 我当中 哦 大家看一下 前后左右都能打人的 这是呃 柴水师的呃 基本用法 当然 这里面还有很多奥妙 因为我呢 嗯 也是个业余的学习者 呃 体会 还是不到位 咱们大家共同学习 以后再共同提告 好 谢谢大家 两脚分开 略比肩滑 左膝向右扣 右膝向右扣 右膝要藏在左膝的后面 如果从正面看 只能看到一条东西 定式是这样做 在走动的过程中 也一律要求就要做 有些人走动这么走 那就是螺旋嘴 那是微 那不符合要求 好 大家可以看一遍 身体侧位 但是 不要把屁股测过 屁股要朝后 肩膀要朝前 大家再看一遍 有些人 一上钩 他把屁股测过 整个身体测过 这是错误 臀部要向后 上身肩膀和前拉 他后拉 他后拉 这样把整个身体 全部拉开 呃 呃 采肺是 呃 所以体现了这个 心育力和前的这个 呃 所有的身法要求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 嗯 难念头的一个单身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几个要点 呃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我来走步 呃 大家看一下 先走左腿 先走左腿 先走左腿再走右腿 我的地方比较小吧 先走左腿 再走右腿 右腿走的时候 上身 我刚才说的那些要求 一路不变 再走左腿 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的 有些人走路呢 左腿是左肩插前 右腿它是不得出行 正要两边正要晃 像个压子似的 那不行 一律要保持这个身价 无论你怎么移动 你的基本格斗的身价是不能变的 如果你来回这么晃 那是不符合要求他们的 第二点 在移步的过程中 很多人走步 很多人走步 他不是脚恨路的 他是平着这么下去 这个脚的移动 还有个人呢是 这么拎着脚下去的 这都是错误的 脚的移动 是平着脚尖微微上翘 像那个铲车的那个铲子一样 往前铲 这么样往前铲 他这个出脚呢 并不是空脚 有些人把这个当事作为热身运动 辅助 辅助动作 不仔细来练习 他这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作用的 我去个例子 有人腿 两人一照面 我动不得通事 我已经造它一面骨的高度了 它不是空脚 所以你脚如果这样做去 在四隻腳的移動方向、碰撞方向你會吃虧 如果你保持這種姿勢 它吃虧 所以說要注意這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就是在走動的過程中 這個步伏越大越好 有些人走幾步呢 那沒有作用 還有一個呢 是有些人走幾步呢 它是一中一跳 一定要保持頭部的高度是一致的 前腿要發開 開發的發、發展的發 就是說你這個腿 從跨關節、七關節到腳 三節的力量要發開 三節的鼓鼓上說一節吹一節 跨吹七、七吹一節 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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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呢 後足 人前進的力量 來源於後足的蹬地的力量 那麼蹬地的力量 也是 發開 發開 吹七、七吹足足 蹬地、地反彈流 所以說 後足要蹬地 這樣走出 就比較吃力了 好 我們暫停一下 接著我們來說 轉身 那個 剛才第一段 錄像 我有 一個口誤 高盤採取 如果 大小腿的夾腳 在九十度左右 這叫 中盤採取 我剛才說成是 地盤採取 大家 大家 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還要講一個問題 就是 踩腿是 在行走過程中 兩 腿的那個 姿態 過去按照這個 鼓拳鼓的說法 它是 磨進 磨進 一氣 小人生 什麼叫磨進呢 就是兩個 膝蓋 兩個膝骨 有緊貼的 走 有磨 不能分開 大家看 七 忘力收 七 忘力收 剛才第一節 我們已經說過 從正面看 一條條條 不能這麼樣撇著 那麼在行走的過程當中 也要保持這個姿勢 走在這一條直線上 有些人走 走呢 他不講究 這邊一腳 這邊一腳 還有一些人走呢 他這個腳呢 他膝蓋是內扣的 走到這個腳的時候呢 他的腳往外撇 他這麼樣撇 他這麼樣撇 這麼樣去走 撇著去走 如果你養成了這樣的習慣 影響你的速度 影響你的穩定性 這一點大家一定要 會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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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 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前窗 后奏 比别人 比一般的人要强许多倍 为什么呢 道理就在这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就说 嗯 抬腿是 转身 怎么转身 抬腿走步呢 它是先踏左部 右部 左部 那么小的场地可以走三步 可以走五步 可以走七步 可以走九步 可以走十一步 走到最后场地到头的时候呢 应该是 我们的左脚在前 我 假使我们从这走过来 已经到那个场地的边缘了 那么最后一步是 左部 左脚 左脚走步 左脚走步 到头以后 右脚要跟上半步 左脚跟上半步 跟上半步 保持原来的启示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在跟半步的时候 很多人是拖过来 他脚在底下拖过来 这是不对的 我们这呢 说 其实是要把后脚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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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步,在拎这个后脚的同时,把右手向前插,后背崩开,极力沉肩向前插,而前手向后, 在腹前交叉,然后管身,管身的同时,右手外背,左手后拉, 往往靠近,管身右手,继续在此,再来一遍。 注意这个转身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重要,我们要练习发力。 轻易力河拳的动作,我们这一支是这么传的,就是说,要么你不动,如果你动,哪怕是睁一下眼,都要竭尽身体的全力。 那么,我们刚才是做示范动作,那么真正在练习当中呢,这个转身呢,需要发力。大家看。 做示范动作,大家要帮你,也可以单独在家里,这么练习。 这个发力的时候呢,气要沉下来,就这个动作的姿势。 这一丁手一掌,把整个副枪变成一个像充气的大球一样,跟那个车车似的,跟那个汽车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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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呢,转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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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锻炼方法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一个转身 下一节我们再来讲这个柴腿的用法 这个第三节呢 我们来说一下柴腿式的用法 柴腿式呢 是属于肌形里面的动作 我们叫它肌形柴腿 原来呢 它就是肌形的一个单式 现在我们提出来把它当基本功训练 但是 它不是活动身体 不是基本功 不是光练习腿部力量 它是一个单式 它是一个搏击的动作 大家这一点又明确 下面 我就来分头说一下它的这个打法 第一 骑士 我们刚才说过 骑士有切手势和聊手势 我呢 这里呢 因为 因为我没有找到这个培炼 我就换了一件衣服 相当于一个人 两手势 一说要打 双方一照面 根本就不要有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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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什么 打人物走路啊 这一照面 连肩戴手 就直接打中 啪 手疗高 肩创胸 脚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脚起步就是柴 这个脚就直接奔着一个切身 一面固执 一般人 如果你这样一次 他的大脑会产生空白 那还打 打什么呢 呃 贴手是 呃 贴手是 我手在接近我的圈内 范围内 啊 我手在下 那么我直接就是呃 贴手 如果我的手正好是比较在中 或者在比较上 上的位置 部位 那么我就用切手 一道面 整个把他这个半个身子就看出来 看风过来 啪 就打了 啪 一切 他这右半个身子起不起来的 啪 这把 这是切手式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切手势都弄了 这个疗手式 如果你经常疗一下 像我那样 发力 那么 假使对方 一照面 他打来了 用我的这个 挑他对方的内侧 里侧 它会产生剧痛 就挑开了 这都是平时 垂腿练习的这个工法 垂腿是一起试 应该是 我给他打了个比方 应该像一只刺尾 前后 左右 上下 浑身的毛都给炸开 那个刺子给炸开 哪一个方向到我这儿来的 你都来不了 前后 左右 进退 都可以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拆腿当成基本功练习 也不要 有些人早上拆腿 一边和人谈话 一边等他来回嘴 头还来回乱晃 手还来回乱抖 那人那就不适合要求他 这个 刚才讲了这个 启示 摇手时 七岁时 那么 刚才我们讲了转身 转身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差事法 这里有一个回顾的故事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放在中盘的位置 那么真正打法是不一样的 对方拳一来 这个手就拍他 拍了 他这个手一来 我就拍了 我就进去了 而且 同时 我这个轴 已经去插他的内部 插他的内部 也就是说 对方 对方说 两人一照片 拍了 这一轴已经拍了他整个虎枪的内部 已经到他侧面了 这一挂膝 这个人基本上直接就可以叫一二零过来了 不要怎么再投了 这个白手也是 回白手 有个人出来攻勒 他这个手 哗 他这个任意发向他 哗 就白手 这也是 这种力量呢 叫绝 扯出我术 绝 绝 这是绝 这是转身的用法 还有呢 开始第一节我就说 这个肘不要这么比较 这个肘肩要翻出来 它里面带一个后座我方肘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前后左右都能打人的 这是柴水师的基本用法 当然 这里面还有很多奥妙 因为我呢 嗯 也是个业余的学习者 体会还是不到位 咱们大家共同学习 以后再共同提报 好 谢谢大家 这个第三节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柴水师的用法 柴水师呢 柴水师呢 是属于 肌型里面的动作 它的 我们叫它 肌型柴水 原来呢 它就是肌型的一个单式 现在我们提出来 把它当基本功训练 但是 它不是活动身体 不是基本功 不是光练习 腿部力量 它是一个单式 它 是一个搏击的动作 大家这一点就明确 下面 我就来分头说一下 它的这个打法 第一 骑士 我们刚才说过 其实有贴手师和疗手师 我呢 这里呢 因为 因为我没有找 找不到这个培恋 我就挂了一件衣服 相当于 一个人 疗手师 一说要打 双方一照面 根本就不要有什么 其他的什么 打人不走路啊 这一照面 连肩跟手 就直接打中 手撩刀 肩创胸 脚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脚起步就是柴 这个脚就 直接奔着这个 切成一面骨子 一般人 如果你这样一次 他的大脑会产生空白 那还打 打什么呢 啊 贴手师 就是 表手师是我手 在接近 我的圈内 范围内 啊 我手在下 那么我直接就是 表手师 如果我的手正好是 比较在中 或者在比较上 上的位置 那么我就用切手 一张面 整个把他这个半个身子 就看住了 看风步了 就打了 一切 他这右半个身子起了起来的 就打了 这是切手师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切手 练都崩了 这个疗手师 如果你经常疗一下 像我那样发力 那么 假使对方 一张面 他打来了 用我的这个 挑他对方的 内侧 他会产生剧痛 就挑开了 这都是平时 拆腿练习的这个 弓法 拆腿是一起式 应该是 我给他打了个比方 应该像一只刺鼓 前后左右上下 浑身那个毛都给炸开 那个刺子给炸开 哪一个方向到我这儿来 你都来不了 前后左右 进退 都可以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拆腿 刚才基本上练习 也不要 有些人早上拆腿 一边和人谈话 一边在那边会抖 头开来会乱晃 手开来会乱抖 那人那就不够回过去吧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起式 聊手师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转身 转身 转身 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超时 这里有一个回顾的故事 我们练习的时候是放在中盘的位置 那么真正打法是不容易的 对方拳一来 这个手就拍了 拍了 他这个手一来我就拍了 我就进去了 而且同时我这个轴 已经去插他的内部 插他的内部 也就是说对方 对方 对方说 两人 一张一 砍 这一手已经打到他这个 整个腹腔这个内部 已经到他侧面了 这一挂膝 这个人基本上 直接就可以叫 120过来了 不要这么再打 这个白手也是 回白手 你论出来公立 他这个也是 他这个任意方向 他 去拍子 这也是 这种力量叫 绝 扯出果术绝 绝 这是绝 这是转身的用法 还有呢 开始第一节我就说 这个肘不要这么别别 这个肘肩要翻出来 他这里面带一个后座 我帮主 大家看一下 前后左右都能打人了 这是柴腿师的基本用法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奥妙 因为我呢 也是个业余的学习者 体会还是不到位 咱们大家共同学习 以后再共同提告 好,谢谢大家